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及大赛冠军头衔的街舞高手的顶级对决 但残酷的赛制也引发了召集人的集体吐槽 这个节目对我来说根本就太残酷了 根本不像一个节目 可能是我出生到现在最最觉得最危险 跟最最不可接受的一个残酷的一个程度 不过四位热血召集人在宠队员方面表现的高度一致 不仅过年发红包熬夜录制情火锅一样不辣 还带着队员们一起拍广告做代言 如此待遇让现场媒体大呼羡慕 在媒体群访环节说到接下来的规划 四位召集人还十分愉快地 相邀一起开演唱会来着 突然就很想2018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再开演唱会 好 问一下如何 我也是 我也想开演唱会 那就一起开呗 谢谢 还有对 也想能够和这个我们的热血街舞台的这些选手们 能够有机会一块合作之类的 出专辑 去看演唱会 对 那其他两位呢 姐姐你也是对吧 我们俩看演唱会吧 好美 非凡娱乐 上海报道